有些人做生意只是为了赚钱 但是有人是为了要做爱心 南投县草屯镇的澎湖湾时尚婚宴会馆总经理郭春贵 不仅一直在帮助弱势家庭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温暖 还特别在2019年1月23号 25号跟29号晚间 分别在澎湖、南投草屯跟金门等三个地点 举办寒冬送暖爱心围炉餐会 由各地家福中心邀请弱势家庭的小朋友跟家人 一起围炉享受大餐 有着慈悲心跟爱心的郭春贵说 他非常喜欢做公益帮助别人 我希望说我有能力可以帮助更多这些弱势家庭 让这些孩子可以快快乐乐的长大 那会原生到澎湖金门 是因为我看到澎湖金门离岛的资源更少 更需要我过去跨海做这个战事 澎湖湖婚宴会馆在每年的岁末年中 都会办理爱心围炉餐会 今年还特别跨海到金门海洋餐厅 澎湖顺城海鲜餐厅 郭春贵总经理还会特别挑选最新鲜的高贵食材 做成一道道美味的佳肴 让大家都吃得占不绝口 现场还会安排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上台表演各种精彩的歌舞 并且加码赠送可爱的造型玩偶 让小朋友们大声说出心里头对于家人的感谢 让在场的贵宾都十分感动跟肯定 小包小包好爱你 哇好棒喔 我把妈妈有没有很感动啊 你拿到什么礼物 娃娃 娃娃喔 她叫不甘心 嗯哼 不甘心喔 澎湖湖时尚餐厅的郭春贵总经理 跨海来金门 今年是第二次 四年半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 那这次就招待我们二十多 很高兴今天能和我们郭会长一起来协办这个活动 而且我们会一直持续的一直协办下去 这一场爱心感恩餐会 其实还有很多充满爱心的个人跟团体共同参与 澎湖湖时尚婚宴会馆表示 过年快到了 希望透过这一场爱心餐会 让弱势家庭和家团圆一起围炉 增加彼此间的感情跟亲情 在餐会当中 也安排身上团体组成的麻烦小天使 上台卖力的演出 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也得到许多在场贵宾的掌声 每年那个鹏湖湖的那个郭董 都邀请我们男友教育中心的小朋友来这一边 维鲁 然后我们很感谢他 他也邀请很多的好朋友共同赞助 郭春贵总经理表示 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 人跟人之间越来越冷漠 弱势家庭 更需要大家的温暖跟帮助 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跟他一样 多多参与爱心慈善活动 以实际行动帮助弱势族群 将来他们长大之后 也有自信跟能力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彭湖湖一定还会持续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让这一股社会的爱心跟暖流 能够源源不绝 记者程文旭 肖又金 李金龙 王鹏海 连线报道